今天带大家看一个 人们全部用机器人来代替工作和生活 自己躺在虚幻空间里享受的故事 故事一开始 男主是一位工厂流水线的员工 每天辛勤的工作还被上司骂 男主还有一个爱好 就是画漫画 让人生气的事 漫画画得再好 编辑就是不可以出版 唯一让人暖心的是 一直有好朋友小红的支持 也是男主最要好 最知心的小伙伴 晚上工作回到家里 老爸每天都是一句话 那就是你妈妈在工作 自己热饭吃 男主便一个人在房间里钻研漫画 这时候妈妈回来了 看到男主又在不务正业 就随口指责了男主几句 本来现今就糟透了的男主 又得不到妈妈的理解 在从妈妈手中夺回画稿时 一个不小心碰到了妈妈 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妈妈躺在地上 机械的抽搐着 把男主吓坏了 可怕的是胳膊竟然也给摔断了 男主惊奇的发现 原来妈妈是一部机器人 赶紧把这件事情告诉爸爸 可是老爸一脸不关心的回答着 你妈妈在工作 自己热饭吃 时间来到第二天 在工厂上班时 再次被上司骂 自己改好的漫画 编辑还是不同意过 男主感觉内心无比的恐惧 就找到小红 将这两天奇怪的事情 讲述了一遍 小红不相信 男主只好带小红回家 让他自己看 到了家里 果然老爸依旧是那句话 就连吃饭的姿势都没有变 可是小红认为 这不是很正常吗 男主带小红来看 妈妈坏掉的机器残骸 奇怪的是 机器残骸不见了 这时小红的手 不小心受伤了 还是被昨天 妈妈不小心打破的水杯残渣 给刺的 这说明 昨天的事是真实发生的 时间来到第三天 依旧被上司责磨 男主受不了了 便出手 推了上司一把 原来上司也是机器人 于是找到小红 说此事的时候 发现小红手上的伤口不见了 可以断定 小红也成了机器人 男主将小红一把推倒 果然不出意料 然后男主在掉落的手提包里 发现了机器人的授权说明书 根据说明书的位置 男主找到了发现机器人的地方 是一间地下室 在这里 专门为人们提供机器人 替换本体 工作生活 公司将人的本体 放在一个像棺材一样的盒子里 这样你就可以躺在里面 做着美梦 尽情的享受 还不用工作了 男主看完很是生气 因为他觉得 人们不应该活在梦里 于是用力的锤打着玻璃 想叫醒老爸 就在这个时候 机器人公司的老板走了过来 强行要给男主注射催眠针 让他也躺进棺材 突然小红醒了过来 进行阻止 男主说 我本来也想住进棺材 但是更想和你一起 生活在现实世界里 画面一转 男主和小红生活在一起 而且自己的漫画 还被编辑选中了 突然男主从棺材里醒了过来 原来他已经被美梦所侵蚀 包括刚才的小红也根本没有醒过来 通过和老板的交谈 男主看出了他的目的 那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去做梦 然后通过机器人来统治地球 男主看不下去了 一棍敲在了老板的腿上 原来老板也是机器人 发狂的男主对着主机 就是一顿敲打 这时做着美梦的人们都醒了过来 用恶狠的眼神望着男主 抱怨男主为什么要打断我们的美梦 男主冲出了地下室 发现大街上所有的人都瘫痪了 在故事的结尾 机器也发出了正在修复的提示 好了电影到这儿又结束了 如果是你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话 你会不会选择生活在美梦中呢 嘿嘿 反正我是会选择生活在现实中 我是小顾 我会选择生活在美梦中 我会选择生活在美梦中 我会选择生活在美梦中